90天后中美在开战,美国政界要人普遍预测,中共刚刚亮剑谈真实目的,川习会后美国智库专家表示,90天后中美两方结束会谈,会让中共感到尴尬,也有专家认为两国会重返贸易战,还有美政界,要人称美中关系已从根本上变质,即使美中双方达成休战协定,但这个结果也可能很难实现。 而中共中央集喉舌,人民日报海外版,侠客岛,刊登中共当局商业部研究员文章,披露中共的目的打打谈谈,在谈的过程中,快哪加鞭抢占市场先机,美国智库分析90天后中美是否重开战美国各界对这次谈判结果,有着不同的反应,这个结果立即得到了反对关税的美国商业团体的好评。 看到川普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共同努力减少中美之间的贸易壁垒,我们很受鼓励反对关税的消费者技术协会,Consumer Technology Association,说但是这个协议很可能会导致美国保守派的不满,因为他们期待川普对北京采取强硬立场。 华尔街日报12月2日报道,马里兰大学经济学家莫里奇·皮特·莫里奇说以前奥巴马、布什和克林顿都陷入相同陷阱,即中共只会许诺陈词烂调,但实际上没有什么结果。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阿波罗网评论员王篤然就此分析说中共虽然没有任何信誉,但奥巴马、布什和克林顿都没有捍卫美国,不受中共的经济侵害,不仅根本没有加税,还给了中共最惠国待遇。 斩断和人权挂钩,还和江泽民共建战略伙伴关系和川普相比天差地别,根据美国提出的90天时间框架,这意味着中美谈判将在3月1日左右结束。 也就在中共每年召开的两季之前,华尔街日报分析在那个敏感时期,中共领导人对外国的让步都会警惕,这增加了会谈不成功的概率关税战的升级,会将让中共感到尴尬。 华盛顿特区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肯尼迪·Scott Kennedy,说美国之音报道,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葛莱伊波尼·Glazer,周六表示,除非中共就结构性的问题进行解决,否则两国可能会在90天后重返貿易战。 而这些结构性的问题也是最初促使川普总统实施关税措施的起因,但是中共是否会做出实质性的改变,还有待观察美政界让人美中关系以变质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 对于这场战略,会能否缓和美中对抗态势曾担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的傅立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傅立民表示,中美从不损害相互利益的竞争rivalry,关系已转向虽不至于发展成战争,但是, 损害,削弱对方能力的敌对对立adversarial antagonism,关系就像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它认为,美中首脑会谈即使达成暂时阻止贸易战恶化的休战协定,但这个结果也可能很难实现。 因为中美关系已从根本上辨至前景不容乐观中共亮剑。 休战背后的前台词,12月3日,中共中央及喉舌人民日报海外版侠客到刊登商务部国。 继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玉写的读懂中美贸易休战背后的前台词,文章趁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打打谈谈,会是中美关系的常态。 需要习惯这一新的环境。 同时文章说,中共是以斗争求团结。 贸易战带来的这个时间窗口,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期延伸务必抓紧时机,快满家边紧快赶在时间窗口,关闭之前投产,抢占市场先机,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而至于中共的底线, 梅新玉在文章中称在5月份中美经贸磋商发布联合声明之后,曾总结不可退让的三大底线意义中国扩大进口的积极主张缓解贸易不平衡,而不是中国减少出口的消极主张。 二没有设定美方当初提出的中国削减2000亿美元贸易顺差指令性计划指标,三没有扼杀中国制造2025,维护了中国追求产业升级,自我发展的权利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 本人在文字幕录